大家好,我是小怪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七名国际女球流落荒岛 被野人抓去做玩物的故事 在一架直升机上押送着七名女球 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重大案件 可就在运送途中,女球们偷偷打开了手铐 她们将飞机上的看守杀掉,准备逃跑 就在这时,飞机出现了故障 所有人都掉进了海里 女球们漂流到一座荒岛上 面对这种情形,众人只能暂时安顿下来 等到第二天再寻找离开的办法 可随着夜幕降临,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诡异起来 女球们连忙起身查看 她们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一群野人 在野人们的围攻下,七名女球全部被抓 她们把七人关进了笼子 可七人再次趁机逃跑 野人们追了上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野人的组长 她对女球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第二天一早,组长把女球们请了过去 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本是一名驾驶员 由于半路飞机出现故障 所以才流落到了这里 她当时同样遇到了这群野人 不过她随身带着一把手枪 这才将野人们征服 女球们问组长什么时候放他们离开 组长却说 明天这里将会举行一场足球比赛 如果女球们能够战胜野人 那就放他们离开 可一旦输了比赛 所有人就得留在这里 沦为野人们的奴隶 到了晚上 女球们开始商量对策 他们决定趁着夜色逃跑 可还没走多远 就再次被组长抓住 组长决定惩罚他们 就强行带走了四名女球 让他们好好服侍野人一晚 第二天 女球们换好衣服 来到海边准备比赛 随着组长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可面对强壮疯狂的野人 七名女球根本不是对手 他们屡屡被撞倒在地 女球们此时也明白过来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于是今天这一场 野人方获得了胜利 比赛结束后 女球们来到河里洗澡 女球小美这时灵机一动 想到在河水里下毒 以此来毒死这群野人 可野人们并没有中毒 他们好像发现了女球的行为 还在夜里抓走了投毒的两名女球 族长命人将他们吊了起来 每人打一百鞭子 第二天 足球比赛继续进行 女球们受昨天比赛的教训 对野人展开了反击 而就在这时 小美竟然用刀挟持了另一名女球 因为据她判断 女球们之所以会来到这座岛上 以及众人投毒事件的暴露 全都是因为这名女球 族长健壮也承认了这件事 原来这名女球 每年都会带一批美女来到这里 眼见手下被人控制 族长不由分说 直接开枪将她打死 而小美也趁机将匕首丢向族长 砍断了她的手腕 女球们趁乱开始逃跑 可这里毕竟是野人的地盘 没过多一会儿 女球们再次被抓了起来 只有小美逃了出去 族长对女球们不守规则的行为感到愤怒 她决定直接将女球祭天 关键时刻 小美及时赶到 她手持一把冲锋枪 对着野人们扫射 在小美的火力下 野人们被猎杀一空 不过还是被族长跑了 第二天一早 一阵轰鸣声将女球们吵醒 原来是族长准备驾驶飞机离开 小美连忙上前 对着飞机开始射击 并成功将她击落 女球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木筏 便坐了上去 准备离开小岛 可没想到木筏在半路中坏掉 众人掉进了海里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又来到了一座小岛 这里似乎并没有野人 不过一只巨大的恐龙 却出现在众人身后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又是一部主打卖肉的国产网络电影 一群女球们竟然会在荒岛上 与野人踢足球 也算是刷新了观众的三观 不过哪怕是这么烂的剧情 还是会有人点击来观看 因为毕竟有那么几分钟的精彩画面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